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跌幅排在最前面的是AMP下跌幅度超过6% 财报出来之后呢AMP的股价是硬生下跌 去年整财年收益下降了50%多 那么我们也知道AMP一直是丑闻缠身 在目前的情况下股价下跌到1.3左右呢 依旧是此前比较强有力的支撑位 但是呢如果是大家想要通过AMP来获利 我认为可能投资的周期要偏长 因为公司管理层出问题 公司的盈利能力出问题之后 公司如果是想在未来获得超额收益和回报的话 那么调整的周期就会比过去 我们预期的还要更长一些 汇率方面呢 澳元兑人币是回落到了4.96附近 比特币呢价格在44200点上下震荡 Tina50呢也是死守了2万点关口 要观看关注最近几天春节期间 中国大陆不是不开盘 但是Tina50的指数是否是能够站稳2万点 非常关键 黄金价格呢最近一直是波澜不惊 在1840美金上下浮动 今天呢因为是中国的除夕夜 所以呢我们来聊一下中国的经济 在未来能不能继续保持健康稳定的快速发展 我们也知道过去呢 中国的GDP不管是有水分还是真实的信息 一直保持在6%到6.5%之间快速发展 而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澳洲和美国 以及欧洲各国 GDP的增速呢一直是低于3% 所以呢中国速度呢一直让世界比较震惊 但是呢我们如果是要看未来到两年 是两到三年中国能不能再继续保持这个速度 就要问三个问题 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过去中国能够经济高速发展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说 中国的经济引擎熄火 中国的制造业出现了一定的压力 包括用工成本增加 企业的竞争力下降 包括在对中美关系上贸易受到了阻碍 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过去呢谁赚到了钱 未来谁有可能赚到钱 这个是我们普通投资者比较关心的 在过去呢我们看到很多大亨或者是房地产开发商 享受了过去二三十年的地产红利 那么澳洲的个别股票像此前提到的 Restate和Domene两家上市公司 包括Goodman这一类的地产相关企业 股价表现都是不错的 那么未来呢究竟谁能赚到钱 哪些行业能赚到钱 就是我需要关注的 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啊 就是为什么中国在过去能够高速发展 我认为呢是有四点 第一点呢是靠国外的出口 中国廉价劳动力在一九九几年到两千年左右 包括现在很多部分城市的企业或者是工厂 用工成本呢每个月的工资只有三千到五千人民币 合计澳币来讲可能也就是大家两天的工资 三天的工资 所以说这样的廉价成本制造出来的商品价格呢 在国际资本市场或者是商品市场 具有极强的竞争力 因为澳洲如果是十块钱的成本 中国可能制造成本只需要一块钱 那么同样售价二十的商品 澳洲减掉各种税务问题和福利政策 那么最终到企业家的手里可能只有两块钱利润 而中国呢二十块钱减一块钱成本还有十九块 再加上企业对税务上的特殊处理 那么可能利润能有十五块钱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企业能在过去快速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 那么在目前来看的话 我们中国呢也是发生了很多的地区性的差异变化 包括北上广深 包括深圳原来的东莞 那么现在的用户人成本呢已经是上升到了六千到八千人民币 导致大量的工厂外迁 迁移到东南亚 加密越南 不过从制造商品的质量来看 以及呢他们的工人综合素质 中国目前依旧是在全球制造业处于领先地位 虽然比不上日本和德国在高尖端产业的精密性 但是呢在批量生产以及成本控制各方面 中国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 所以说未来呢 中国面临的出口问题呢 也是直接受到中美关系的影响 那么中澳关系同样是影响因素之一 所以说未来如果是大家有相应的汇率上的换汇需求 以及中国商品出口到澳洲做从事生意和贸易 那么一定要关注中美和中澳关系的变化 第二点呢就是曾经20年30年之前 中国呢其实北上广深并没有跟其他城市有太大的差距 但是通过30年的城镇化和工业化之后呢 我们发现很多部分城市和地区的技术设施建设非常完善 像深圳可能每年每两年都会修地铁 城市的建设速度非常快 高楼大厦邻里总力 但是呢部分城市呢就城镇化比较失败 尤其是像中国的中部地区 以及呢中国的西北部地区 第二点呢就是基本的需求释放 刚刚说了基建项目 拉动了过去中国20年的经济发展 包括房地产建筑业 那么基本需求的释放呢 就是曾经人们可能手里只有几百块人民币 就够花了啊 买了一辆自行车买一个浮认机 就可以结婚了 但是现在呢我们发现 我们需求释放出来之后 大家对物质方面的需求和欲望 比以前有极大的攀升 那么现在由于社会生产力和科技革命的进步 大家知道商品品类更多 眼花缭乱 那么如果是你有五千块钱 可以买五千块的手机 有两万块可以买两万块的手机 所以说不同人群的需求释放 也是极大的促进了中国内部企业 良性的循环 以及呢不能出口 或者在海外没有过多竞争力的商品 在中国内部基本上都消化了 那么昨天晚上我也看了一眼 拼多多的股价 从最早的三四十块钱 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面 已经涨到两百块 翻了七倍 拼多多代表的就是中国 国产经济 国营企业 以及民营企业 在过去两到三年的发展现状 基本上商品要向四线 五线城市渗透 但是呢 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础 也能够满足这些企业的长期生存 所以说拼多多在未来呢 依旧会有不错的表现 相比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和淘宝集团呢 在目前的市场进攻中下 能够保住原有的市场份额 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第三点呢 中国是靠过去的人口红利 不仅仅是中国 包括美国 欧洲 日本 还有澳大利亚 在曾经的二战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美国方面 因为是休战了 所以说大家也盈利了一个人口的爆发期 其乐融融 享受战后的繁荣 所以在人口急速增加的情况下 劳动力需求非常旺盛 而市场有新鲜的 进入市场的这个需求方 和购买力 那么在这个节点上来讲 社会和企业发展的都会比较迅猛 但是目前呢 各国家都迎来了留意四拐点 就是人口红利已经逐渐消失了 招工难 工资要给的足够高 才可能会有人来你的企业工作 但是呢 从这个角度来讲 企业的用工成本就会节节攀升 就像澳洲 我们知道澳洲自己的公司 霍顿车企已经是倒闭了 那么曾经呢 就是因为他呢 招一个工人叫十几万 大家想一下 在中国这是不太可能的 招一个汽车的机修工人 可能只要六七千人民币 最高一点的可能要八千到一万多 相比换成澳币来讲 只有一两千澳币 但是呢 生产出来的车 是要放在全球市场上做竞争的 所以这样的结果就导致了 企业的运营压力增加 所以在未来呢 如果我们要投资上市公司 我们尽量避开用人成本 或者是人口密集性产业 因为呢 每人增加一百块钱 一个月的工资 你一万个人 就是每个月的成本支出 多开支了一百万澳币的成本 一年下来就是一千万澳币 所以说用人成本是澳洲企业 以及西方发达国家 最大的问题之一 相比于中国目前的情况 第四点呢 就是靠中国曾经几十年 靠资源优势 资源优势包括林木业 木鱼业 以及呢 基本的矿和煤这些产业 在过去也是 极大的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化 和制造业的发展 那么澳洲呢 也是从2000年之前 1990年到目前2017年 一直是调准国家策略 开始由西方国家的贸易网癌 重心转移 中南亚以及中国 整个亚洲的战略地位 就开始上升了 所以说呢在过去的十几年 二十年的时间里面 澳洲呢也是靠着中澳关系 导致的最终的贸易红利 所以说靠资源优势上来讲的话 那么在未来呢 这一节点可能会发生改变 其根本背后原因就是 各国家对传统的能源 已经开始有政策 政定上的限制 包括我们知道 西方国家像英国 在2030年之后 将不再允许烧柴油和汽油的汽车上路 全部变成电动车 也为什么此前电动车行业的股价上升幅度较大 那么澳洲呢也是公布了此类的规定 可能是在2040到2050年开始做好准备 所以说未来的基本能源来进行商业 往来的这些上市公司呢 大家在未来要注重 注意一下相应的风险 所以说呢第二个问题 我们就要问一下 为什么目前的经济开始熄火 其实我们刚刚说到的 中国速度靠的这四大支点 在最近几年呢 已经是出现了下滑 包括国外出口啊 中美贸易矛盾 那么逆全球化呢 在特朗普时代已经是达到了鼎盛 那么在拜登时代呢 我们看到有好转的可能性 但是呢 根本不会发生完全的转变 第二点呢 就是城镇化的内需释放 现在呢 中国的企业已经是亲到了 入侵到了中国的四五线城市 把最后的家底都释放出来的时候 像年轻人 现在90后00后 超前消费的能力非常强 有一个数据说 中国的90后平均负债都超过了 接近十万人民币 当然了 这个数据呢 可能是有夸大的地方 不过说明了一个信号 就是中国呢 目前的消费力呢 已经开始提前透支了 第三个呢 就是人口红利这方面 中国目前包括澳洲在内的 尤其是日本这些国家呢 人口增长速度 已经是比过去下滑比例非常多 我们看到了很多 需要青壮年劳动力的行业 已经是出现了用工荒 第四点呢 就是资源优势 刚刚也提到了很多政策上的影响 会对未来 如果是想以资源换资金 换时间 换降低成本的这些方法 已经是不能再用了 所以说呢 我们在现在的情况 就是经济引擎的熄火 是因为四大支柱 已经是不再好用 在过去 我们要看一下谁赚到钱了 那么就是 只要能享受到这四点红利的 都赚到钱了 那么在未来 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 传统的这些行业已经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虚拟经济应该开始蓬勃发展 不管是区块链也好 云技术也好 那么很简单 以前的工作 大家看的是人数 就是像富士舱 一个富士舱工厂可能几十万人 那么每一个人创造出1000块的价值 然后我再乘以这个人数 它是这么得来的企业价值 包括我们做房地产 土地的价值 加上你房子价值 很简单就可以计算出来 但是像澳洲的或者美国以及中国的一些科技公司 互联网公司 他们的最终价值是无法通过人数 或者是生产出来的商品简单计价的 因为他们的虚拟经济 在估值方面和过去传统完全不一样 可能一个云 大家使用出来亚马逊云 亚马逊不仅是做电商 它还有亚马逊云 那么如果是10万个人用亚马逊的云 每个月要付多少钱 每年要付多少钱 如果是100万 那么这个盈利的能力就会成绩和增长 同样的互联网要考虑的是流量问题 如果是流量突然增加了 那它的布置可能从10万块突然变成1000万 都是有极大可能的 所以未来的商业环境跟过去不一样 未来的投资策略和投资逻辑跟过去也不一样 而中国经济和澳洲经济 以及美国经济 谁如果是能在虚拟经济里面获得先机 那么将在未来的大国角逐里面获得更多的红利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支持 再次祝贺大家身体健康 那么在牛年的时候能够行大运 赚大钱 希望资产能够尽快翻倍 那么如果是想要获得更多 关于澳洲和美国股市的资讯 以及其他相应的金融产品的报价 或者是分析 欢迎和我们视频下方的小助手微信号 以及我们的联系电话取得沟通 感谢大家